这盘棋讲解是骑射这台赛 2022年最新比赛 维魂下屁 我们看一下 红方临创墙 黑方是红志 这盘棋啊 可以说很有意思 红方架起中炮局 黑方呢 这儿形成的是一个三步虎 那红方选择招法是深炮过河 这儿压马的变化 黑方到这里的话 可以炮尔尖 但是棋比较激烈 由于是车轮战 所以红志呢 他选择飞向 希望呢 斗功力啊 这儿的话 也是避开一些飞刀 红方掌局之后 黑方也是掌局 红方就简单对一下 那么这儿 也是接受了 关掉之后 这是一个对双局的变化 那红方 当然是不能够正常上马 否则对方可以进七足 红方将很难进去 打掉之后呢 黑方可以炮打出来 打完兵还打另外一个兵 所以这是一个先手 马二进三的话 这个棋 似乎就缓了一些 被红方守住 但是黑方这个棋也不怕 可以考虑上马 那么你吃一个 我可以踩一个 将来你要打 我就踩掉你的炮 这度棋在上马 它也是可战 实际上的话 红志这个棋是 补了一个势啊 又没有上马 结果这个棋就比较缓 那红方也就飞一个象 当你要上马的时候 人家就挺必要队了 你想去吃这个兵 吃不到 将来人家马还活了 所以现在还打着足啊 对方想切进来吧 又怕将来炮打过来 威胁或者是人家上马 所以这棋不能够切进来啊 所以的话 他走的是进边足 保一下 然后呢 红方是炮我推移 黑方的话就平炮出来 将来的意思是要抢兵了 那么这里啊 选择先看住 这儿这个棋 冲兵肯定是冒失啊 上马是一步好棋 放弃一个小兵 引对方炮发出 然后威胁对方的马 对方呢 不发也不行啊 不发的话 看着人家切入啊 威胁他 所以到这里 也是没有办法的 接下来踩着他 正常的话 也就马戏退八 但是红志 为什么没这么走呢 因为红方 可以有一步上马 黑方看似可以看着我朝 这儿消足之后 又威胁中路啊 你再冲他有吃 所以感觉这个棋 连丢两个足都不愿意 那么对上棋的话 走的是马戏退九 顽强作战啊 这儿的话 红方也就打出去 现在还是红方好下 黑方的话 知识啊 这儿也是一个未筹谋 那么红方就抓着空档 准备呢 双炮 打马利用对方 黑方也只能选择一个补式啊 先挡一下再说 你不能让他这个炮过来啊 这炮一过来 这不就出问题了吗 临场的话 黑方是想走这么一个巧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炮 往过甩 我现在平炮 打着相 压着马 当你去重炮打马的时候 他有一个上马 可以跟你换的手段啊 所以这部棋就要给这个马找一个点位 但是他却忽略了红方有一个平炮打马 这个棋啊 你想平炮再上马 你来不及 等你掏马的时候 重炮打死 那么对方这个棋想回马踩相也不行 因为这个棋的底线穿一枪 仍然吃马 所以对方只好马四退三 非常委屈啊 首先看住下人线不让你打 其次你这里将军我还可以退马 那到这儿确实是解围了 红方炮的有平吧 现在这个棋 你两个马没有点位啊 这个棋已然是很痛苦的 那么黑方选到的是飞向 准备去对啊 这儿的话 就是说 你要是直接啊 走这个重炮打马 他可以退炮打你的马 你要是不打的话 他必要是和弹子炮给你来个落相去对啊 红方这个棋经过思考 下出了冰三金 就是说 这边这个棋啊 他困住你两个马就行了 你要换炮 他当然接受啊 在这样的棋 黑方可以考虑把这个马 迅速杀出来再说 将来你这个棋冲 我就上啊 你飞向是为了将军之后 上老帅抓死马 这个马可以先跳开 找机会再落相去对 将来对掉一个炮 解除这个马的危险 至少这个马杀出来不受制啊 那这个棋还是可以纠缠 实战 黑方到这里啊 已经是被杀蒙了啊 他走了一个消极的交法 就是直接去对 那红方也只能换掉 换掉之后呢 红方这部冰三金 就掌控了全局啊 直接把对方马给制住了 到这以后呢 如果说你要去打这个兵 人家可以上马看住 你还是徒劳 所以这个棋啊 全盘受制 因为你这个马走不了 另外一个马也上不去啊 一上就丢一个 所以这棋痛苦呀 红方把两个马困死了 黑方就有一个炮可以下 黑方想到的是一个走向 如果说你要上马 我先打个兵吧 到这以后 红方先落个向 还不急 黑方到这里先飞个向 意思是我这个马退回吧 一回作战啊 红方现在马只管上 黑方呢 进个足啊 因为你打掉他踩一个 还是担心被围啊 至少他保一个足 再打掉之后 有一个足可以纠缠 这儿红方的兵武基 也是一个稳健招法 黑方呢 退回就想去通过打马 对掉这个足 红方先不是 你要对就让你对 他也不怕 对完之后呢 这个棋你想合棋 那非常难啊 因为你这个马现在出不来 这儿红方啊 直接平炮过来 就不给你这个机会往回退 表面看起来是把黑方这个马放活了 这边还可以踩炮解围 实在呢 红方这个棋啊 算度深远 这边呢踩着你 那对方这个棋啊 正常肯定要上 到这儿以后为什么不能回呢 我们看一看 如果回的话就显得消极 这里看似可以通过对马 解除自己编马的弱点 但是呢 这个棋指标不治本 你刚一吃完 他马又上来了 到这儿你躲进去不让僵 他热热上马 还是把这个马给捉死 所以你这一吃子就没法抗衡 所以临场的话到这里啊 那这个棋 黑方决定上马 意思就是说啊 将来有一个回马连环 那你要踩我就踩你炮 这儿红方继续往里切啊 那么黑方飞个向 这个棋为什么要考虑飞向呢 因为对方很可能会踩马 所以呢 这个棋要踩炮 这样一个交换 对方如果说这个时候啊 他不踩 他还有一个推炮 可以看住啊 这样就更顽强一些了 所以他想防守 红方先平平拱马 不给他机会 黑方选择退回 这儿跟师母刚刚说到的 如果你这里啊 选择这个去踩的话 将来这个棋踩掉啊 这个马将来啊 比如说这条棋吧 你看 平平之后上马去踩 他刚好推炮可以看啊 所以这么一个变化存在啊 黑方想防守 红方不能给他简化机会 红方这个时候 想下兵下不去啊 先穿一架 准备下 黑方背着马腿之后呢 现在因为踩着马 你要是贸然去下啊 换掉之后 这个棋啊 他有一步上将 所以你这个兵想下去杀棋 还杀不到啊 这个棋恐怕就很难杀进去了 所以临场的话 为了万无一失啊 红方下出了跑而退役 此照一出呀 红这也是略加思考啊 选择认输 为什么呢 因为红方可以下出一个啊 非常厉害的手段 将来这个兵连冲两步就要杀棋 你现在肯定是捕势或者落势啊 要解围 不能给这个兵轻易的突破 但是即便你守这招棋 他还有手段 兵四平三 下一步棋呢 就可以呢 威胁你的马 因为这个棋 你不管怎么走啊 他就这么一招棋啊 现在硬抓死你的马 抓完这个马 还抓另外一个马 你必须得踩 踩到他一打 所以这样的棋 红志也就不再顽强了 直接爽快认输了 那这盘棋 林创强获胜 这心里 和你 和你 你 啊 我 就能回来